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师妹 这一期我们来勾制一款条纹的迷你小包 可以作为卡包或者是纸巾包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勾制方法 首先锁边起针 接着编织19个锁针 然后呢我们返回到数第二针 接着调理上的一根线 按顺序呢在每一针上各勾一次线 一共是条线18次 这样呢勾针上一共剩19根线 接着锁针绕线 穿过第一根线 接着后面两根线 并一针 重复17次 最后呢勾针上 剩两根线 接着换线编织 将线一次性勾出 接着我们将勾针 穿过第一个针目 也就是织物正面 这两根线中间的位置 然后呢将线勾出 接着后面继续 在每一针上各勾一次线 一共调线18次 这样呢勾针上一共剩19根线 接着要勾针绕线 穿过第一根线 接着要两根线 并一针 重复17次 最后呢勾针上 上两根线 接着换线编织 将线一次性勾出 接着后面继续 重复编织 一直勾制到 第31行即可 途体部分的第31行文称之后 接着调理上的一根线 按顺序编织编织 18个引发针 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另外一边 调针末上方的两根线 按顺序编织编织 9个引发针 接着后面编织 接着后面编织 6个锁针 然后呢顺序 再编织 9个引发针 最后呢 在第1针上编织一个引发针 接着编织29个锁针 最后呢 在开始的位置 编织一个引发针 接着将线剪断 留一段线头作为缝合用 接下来呢 我们将织物 两个侧边部分 缝合固定 接下来先��的本内 接下来先发针道 接下来先失望 接下来先将面卡 双顿剤织 剪断 现在双顿剪断 包身的部分完成之后 最后呢我们再缝制一下钮扣的部分 好了我们这一款迷你小包呢就端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